我們要由院長 副院長跟秘書長 來向我們記者朋友們 以及全國的國民來報告 我是一個棒球迷 所以棒球的哲學也深深影響了我 因為我率領的是一個團隊 共同面對問題 如果我是中距投手的話 我就是穩穩地把每一球投出來 我的前面有教練群 我後面還有我的隊友 大家共同面對 到目前來講 事情推動了還算順利 已經這個功德這兩個字 讓老團有些著力點 您會不會有點後悔說 乾脆那個時候不要說 或是換個方式來說 你要不要先置評一下 所以我那一天有講 這個薪水會提高到3萬2以上 那你還要看看你的工作 你渴望3萬5 3萬7 甚至於4萬塊都有可能 所以並沒有說 忽視了照護員的低薪不管 那我只是想說 因為照顧老人也好 身心障礙者也好 失智者也好 這個也等於是做善事 好像在累積功德 因為我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發生台南的大地震 如果不是台灣社會的善心的力量 台南市是沒有辦法單獨面對這個困難 後來我們也發現 就是說當我們周邊國家發生困難的時候 台灣人民也都慷慨解藍 關心日本也關心中國 關心南亞海嘯 這個就是台灣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社會真的是一個功德台灣的社會